你还可以吗 我可以 好 周尔每一次 讲家里的事情的时候 观众都大乐 我们觉得好精彩 我们那样在笑的时候 我们听你跟你的小孩对话 在笑的时候 你觉得是为什么 因为他可爱 帅气 我叫子友方 你的回答完全正确 这就是你厉害的地方 就是99%的家庭 妈妈不如副手耳 那么会表达 孩子不如副手耳的孩子 那么坚强跟自信 那不会表达的家长 就不应该告诉孩子 家里的实际情况吗 可以商量怎么表达 对 所以康永哥的意思是 如果表达的对 我就应该告诉孩子 家里的父母 如果我不会表达 我才需要闭嘴 这是谁提提谁啊 对不起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你比李淡不聪明 这句话只有在外人嘴里才会这样说 父母告诉孩子的时候是带着善意的 但别人告诉孩子的时候是带着嘲笑的 所以我们要选择最温柔的方式 告诉孩子家里真实的情况 刚才康二五哥其实讲的是 还是一点就是会带给孩子自卑感 但是我想说的是 真实的自卑好过虚假的自信 石头里也能长出顽强的草 但是肥皂泡里开不出自信的话 好厉害 好厉害 我觉得其实 首尔 你跟我一样都是比较好强的个性 所以我们其实在面对人生的选择的时候 我们倾向做那个困难的选择 可是有很多的小朋友 如果从小被爸爸妈妈告知的时候 你其实不够聪明 不要这样想 你其实不够自信 所以不要做这件事了 你其实智商不高 不要考这个学校了 我想不出有任何温柔的方法 能够不伤害这个小孩子 在未来做选择的时候 会自己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力 恰恰相反 我不会告诉我的儿子不聪明 我会告诉他家里不富裕 但是你这么聪明 你这么帅气 你有这么多的闪光点 为什么要把自信建立在金钱上 这个才是我要告诉我孩子的 我完全接受 不要把信心建立在金钱上 所以在我们不向小孩夸口 家里很有钱的时候 我们也应该不要向小孩讲 说我们家里不富裕 我觉得 我觉得小孩子需要的事情 是理解这个世界 不是永远只跟金钱有关 在很多其他都值得讲的标准之外 特别讲到家里不富裕 我觉得放大这件事情 然后你应该晓得 小朋友对于大人所讲的话 会放到多大 那康永哥我想请教你 如果孩子如果真的问你 我们家家庭条件怎么样 我应该怎么回答他 我会跟他解释 我的家里面预算分配的 轻重是什么 我不要小孩觉得 他连去上学 我所交的学费 都是害他对不起家里的 所以我会告诉他 你现在没有买这双鞋子 是因为我觉得 我们把这笔钱拿来给你买书 是比较重要 所以其实反方一直在说 告诉的方式很重要 我告诉孩子现在没有 但是以后会有 我不会告诉孩子 现在没有注定没有 所以不能因为 不知道怎么告诉 就不告诉 而是要注意告诉的方式方法 对吗 可是所谓的告诉的方式 跟方法当中 就是请不要包含 我们家不富裕这个说法 突然又让我意识到 方法都极其坚定 只是表达方式完全不一样 潘友哥坚定而含蓄地说 就是不要这样 而富少尔坚定而顽强地说 为什么 跟输赢无关 我问富少尔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题目是那个 我们家很有钱 然后银贝尔告诉小孩 我们家很有钱 你会怎么选 一般不富裕 就不富裕是个最好的答案 所以就算你家很有钱 就是富裕了 我不会告诉他 我富得流油 我会说还可以 就会 没有家长会想让孩子 成为一个过度浪费铺张的人 因为我觉得 只有做好一个不富裕的人 将来才能做好一个富裕的人 那如果家里很穷的话 你觉得要跟小孩讲 家里很穷吗 我从小就是这样长大的 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就让我很早地知道了 现实应该是这样 如果不是这样 我不会有今天的 我们凭什么去跟那些 家境富裕的 那些生长得那么好家庭的人 去竞争 就是靠我们更努力 我们更意识到现实 需要我们得到每样东西 都更付出 我是这样理解的 了解